叫做罪的一个本质 当我们说到罪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说其实圣经的定义是非常的准确的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那我说这个叫做罪的三原色 意思就是说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所能经受到的试探 和我们身上心里实际有的罪 基本上来说 就是这三种罪的不同组合和变形 世界上的颜色千变万化 然而这些颜色都是由三种的颜色组合而成的 这个是我们说它是三原色的原因 罪呢 每个人都有 如圣经所说 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但是这个罪 说起来 有时候让我们会觉得比较虚无缥缈 很多人会把它联想到的是 国家颁顾的刑法 触犯的法律 或者说是 中国人有另一个概念 从古到今 叫做孽 罪孽 对吧 但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意思呢 其实 当我们说人人都有罪 罪呢 由这几种基本形态组合成千变万化的罪 最后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事情是用圣经的话来说 是能够作为这一切罪的表象和代表 就叫做偶像 圣经当中经常出现偶像这个词 我们大家对偶像这个词也是应该是知道的 你没有看圣经之前 你也应该知道有一个词叫偶像 至少我小时候的时候 那些歌星影都会成为你的偶像 对吧 今天还有一些个话说 那些个所谓 长得比较漂亮的这些影视歌星 就可以叫做偶像派 长得不好看的就叫实力派 是吧 所以偶像的意思 在我们这里有一点点相通 但是圣经说的偶像 跟你拜的这些歌星影星 这个偶像是一样的吗 我们说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大家看到了 这个其实是在历史上 一位神学家所讲的 他说人心就是偶像的工厂 所以我用这个短语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题目 人心就是偶像的工厂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 非常熟的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所以大家看到我已经用一个红色字体 把它标出了关键字 第一个字叫雕刻 第二个字叫跪拜 第三个字叫侍奉 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全部内容和过程 雕刻这个字 是后边那个叫不可做什么形象 就是做 制作 然后这个地方翻译成雕刻 制作雕刻 铸造 这都叫做制造偶像 雕刻偶像 雕刻完之后就会有跪拜 跪拜了之后 试过 这个是偶像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我们说任何的偶像的诞生 都是有这三个方式的 三个步骤的 它是由人心的最具体的体现 为一个事物 体系 甚至于假冒信仰之名的信仰 那个时候它变成了偶像崇拜 用这么几个词 我要来简单地说一下 雕刻 雕刻 当人们把一个南瓜 雕成个鬼的脸的时候 当人们把一个萝卜 萝卜雕刻成一朵花的时候 你是知道 它在叼这个萝卜花之前 它心里先是有一朵花了 对吧 它知道它要做什么 对吗 所以雕刻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可以称之为像妙笔生花 当然雕刻偶像谈不上很妙 不过你发现很多的雕塑艺术 正是从雕刻偶像开始的 云岗石窟 是吧 无歌窟 佛教为什么那么多的雕刻呢 因为它是个偶像崇拜的 所以第一个雕刻 我可以称之为叫做生花 这其实说的是一个重塑的过程 重塑的过程 你雕的那朵花 也未必是自然间有的花 是你看了自然间有的花之后 你心中对这个花做了一个更加的修饰 去掉了你认为不好的东西 保留了你认为特别好的东西 再根据你想象 再做出一些个实际雕刻出来的花 古人陷于材料和记忆 不那么精美 今天你可以在各种的电影了 电脑技术的特技当中 你发现人们制作的那个假的东西 似乎有时候比真实的世界上的那个东西 要更美的 对吧 他心中的那个真正的想象 这叫一个重塑的过程 而跪拜 我可以称之为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你刚刚用一个大萝卜叼的一朵花 那就是个萝卜 你叼完之后 然后你给它个称号 这成了艺术品 是吧 甚至于 以赛要书中提到的 哪一端木头 你刚一半去做了一个板凳 坐在屁股里下 另一半你就叼了个偶像 放在头上开始拜它 你发现这里边出现了一个质变 对吧 一个升华的过程 明明它本身不代表什么 突然被你跪拜这一下 它的质发生了改变 第三步就变成了圣化 当你这样的跪拜崇拜成了一种习惯 也就是所谓的侍奉 有了整套的仪式 和它所最后代表的价值观 世界观的时候 这个就成为了很多人嘴里所说的信仰 有一句大烂俗的一句话 很多人今其实我们的同胞就讲 中国人需要信仰 我们都需要一个信仰 但是他对信仰这个词的界定 是各不相同的 对吧 所以是从这三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偶像的诞生 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届那样讲了 雕刻侍奉 雕刻跪拜和侍奉 三个方面 然后你看到很快 百姓就真的犯罪了 而且这个过程 就是第二届所警告过的 他们见摩西 持人夫下山 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离我们出FD的那个摩西 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然后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把金子拿出来 对吧 他们就真的贡献出来 贡献出来之后 亚伦把他 注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特成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雕刻 之后雕刻完了以后 他们又跪拜和侍奉 然而在雕刻之前 你发现 金牛已经先在百姓心里了 因为他们说 我们要造一个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的 对吧 他对这个金牛的功能 是有界定的 他对这个金牛是有诉求的 他造一个神像的时候 是来满足他心里 对于神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要求 这是我们要反复再说的 一切的偶像崇拜 最终指向的是自我崇拜 因为你认为神应该是那样的 然后根据你的认为 做了一神像出来 这里百姓就是这样做的 崇拜和侍奉 雕刻做成了之后 它立刻有一个升华过程 明明你发现 就是你们拿来的金子 而且你要再仔细想一下 这些金子是哪来的 埃及掳掠出来的 对吗 临走的时候拿出来的 埃及人的金子 当然我并不是说 埃及金子就不能用 然后现在它明明是个物质的东西 然后它造的也是个物质的东西 一个金牛 然后关键的升华 就发生在这一句话上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升华了 对不对 质变了 明明是个牛 现在说这是个神 然后百姓就开始 包括亚伦 祝坛守节献祭 可是这种邪恶的侍奉 和敬拜体系 必然导致的就是 接下来的坐下吃喝 起来玩爽 这个用词很文明了 意思其实就是在那狂欢 纵欲淫乱 搞一个最初的这种万圣节晚会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 然后偶像崇拜的结果是什么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下去吧 你的百姓就是你从IDD领出来的 你注意是你从IDD领出来的 是摩西你领出来的 或者用更根本的来说 是神领出来的 然而现在百姓说 谁领出来的 牛领出来的 对吧 他们已经坏坏了 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于是耶和华的百姓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 印着景象的百姓 你注意到过没有 或者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印着景象这个词 圣经当中多次出现过 对吗 你知道它什么时候 第一次出现的吗 第一次出现 印着景象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百姓就在这 所以敬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 你敬拜哪个偶像 你就会变得和这个偶像一样 百姓就是在拜了金牛犊之后 变成了印着景象的 跟牛犊一样的百姓 这就是圣经的形容 牛 你知道说按照牛头 什么河水这种 牛是很倔的 那个印着景象 是对这个牛的 很唯妙唯肖的一个 也就是上帝现在那种厌恶 对他们 用形容牛的一个词 在形容这些个百姓 你们这些个像牛一样的百姓 印着景象的百姓 所以 偶像崇拜是什么意思 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叫吃什么补什么 吃核桃补脑 为啥呢 核桃长得像脑人一样 对吧 吃猪腰的不是 吃什么补什么 外国人比较不这样讲 他一般会说 吃什么是什么 你要吃猪肉 你就是猪 你要吃什么就是 其实都不对 或者都不完全对 用圣经的话来说 你是拜什么 你就像什么 你拜什么就是什么 你拜鸡牛 就会像鸡牛 你拜鸡牛 就会变成是鸡牛一样的人 这是偶像崇拜 从拜了牛犊脖子就映了 就这个意思 你崇拜谁 你当然就会情不自禁地 模仿他 笑法他 跟随他 对不对 你拜的神就是个牛 你当然的所作所为 就会跟这个牛很像的 很多人今天 比如说崇拜大大 你发现大大穿衣服 有一个风格 穿西服不达理戴 今天好多的官员 你发现没有 穿西服 但不拿领带 很奇怪的对吗 但是也不奇怪 因为你崇拜谁 就会像谁 所以特别叫做 偶像的诞生 这样的事情呢 是每个人的身上 都发生过的 尤其是罪人 我自己 回想 我在准备这篇 奖章的时候 我回想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清楚的 对吧 所以跟大家的经历差不多 我是八零前的那一代人 就是计划成与开始前的那一代人 79年 八零后呢 事实上边那个政策出来 很多人说了 历史上最悲剧的一代人 人类历史上 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 古往今来都没有 古今中外也都没有 对吧 但是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 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事 都是顺利 说让干啥就干啥 所以大家的记忆是差不多的 经历也是差不多的 偶像崇拜这种事 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 雕刻 跪拜和事佛 先是接触 再是接受 然后接纳 随后模仿 这就是拜偶像的过程 任何事都是一样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似乎有偶像概念的 我心中崇拜的一个人 其实不是一个人 在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看当时的那个 有个电视剧叫西游记 就是最经典的那一版西游记 看到其中有个场面 就是在五行山下 孙悟空被镇压了五百年 然后他是欲金剑唱的 那个很哀伤的插曲 五百年沧海桑田 怎么怎么样 年幼的我是如此的悲愤 看到这样的英雄 被这样的镇压 第一个崇拜的 为啥不是个人呢 因为是个头 第一个崇拜的就是孙悟空 诞生了一种 心中隐隐约约 蹲在那个时候 剥下的一种种子 就是反抗的英雄 叛逆的英雄 是我所崇拜的 那种战斗精神 那种革命精神 你明白吗 孙悟空的大闹天空所代表的 最喜欢的 这是西游记的前十几回 后边开始取经之后 觉得这个猴就有点 丧失了战斗精神了 所以这是这样子 等到上了初中的时候 我那个年代的人 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 金庸古龙 武侠小说嘛 然后那些个小说当中的 那些个侠客侠女 那些个高人 那些个猛人 会成为你的偶像 它影响了一种 很江湖气的东西在身上 小男孩在这儿 拉帮结派的 你知道吗 也组成这个什么帮 那个什么帮 一样的 这都是一种在效法的过程 再大一点的话 我发现我个人 这也许不是每个人的经历了 我个人就开始喜欢文学 比如说除了金庸古龙以外 开始看鲁迅 鲁迅也并不是你自己发现的 课本上很多鲁迅的文章 当然到了今天 很多中学的课本 把鲁迅的去掉了 据说看不懂了 鲁迅的看不懂 我现在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鲁迅等等 这些成为一个文学的偶像 从那个时候 我个人开始树立文学偶像 这些文学家们成了我的偶像 比如说后来曹雪芹 我梦是吧 悲惨世界像雨果像这些 但是对我影响最大 有个罗斯的作家 这是我到了高空之后 他成为我的真正的偶像 就是叫做托斯多耶夫斯基 名字很怪 我已经说的是简称了 应该叫做费多尔米哈伊诺维奇 托斯多耶夫斯基 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偶像呢 很综合的 就是你的那种文学的欣赏和赞他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人 我要告诉你偶像是怎么形成的 你读了他的书 你就很欣赏他 很赞赏他 然后你就开始更多的想了解他的书 你看他几乎所有的书之后 你就开始想了解他的身体 你看他的传记 你看别人对他的评价 他的评论 你看他的传记之后呢 有一些东西深深地触动了你 然后你开始把那些和触动你的东西进行美化 进行升华 开始在你的心中对于托这个人进行一个重塑的过程 这个重塑的过程就是说实际的他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评论家所写的是另一个样子的 传记作家写的又是另一个样子的 你根据他的书里边体现出来的作者本人可能是什么样子 又是另一个样子的 你把这些东西根据你的想象和判断标准综合出了一个东西来 给他精雕细琢 他的那些本来就好的地方 你把它美化 美化得很厉害 他那些不好的地方被你消掉 你认为不好的 其实也许是好的 或者怎么说也是不好的 你就把它强行地加以价值逆转 你认为那也是好的 然后你重新塑造出一个佗的形象来 这个形象佛本人复活看见都不知道是他 你明白吗 你只是叫这个名字 所以拜偶像金牛并不是一种牛 你要明白 金牛是你心中的神的一个投射 所以 他当然有好的层面 佛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圣徒 是一个文学巨匠 成就非凡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地方 我自己至今也说 我能够走上信仰之路 真正的精神导师是这个活在二百多年前的 这是好的 然而也有不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 比如你开始发现 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呢 就是他的人生似乎是一路作死的一个过程 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些个反沙皇的一些个革命政党小组 结果被判了死刑 临行前又被赦免了 然后他就被流放了到西伯利亚十年 在那种劳改农场 类似于那种地方 回来之后 贫病交加 生活极其窘迫 但在那个环境下写出了他的伟大的剧著 所以当你有一个文学的梦想的时候 你有意无意要模仿他的一切的作为 你认为我没有写出好东西来 是因为我的生活还不够悲剧 你就要把自己的生活要作死的一个形象 往悲剧的搞 你可以明白人崇拜偶像到什么地步吗 就是要到这种地步 甚至于 这个就像那个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写过一个报刃安书 他也形容这些个什么 左丘实名绝有国语 对吧 他说这些古往近来伟大的作品 都是这个人在遭遇昆虫的时候写出来的 这种都是结合起来了 让你会觉得认同这个价值观 然后驮这个人非常好赌 赌博 这个能叫做好处吗 不能吧 但是当你既然崇拜偶像了 连这也是好处 就是因为在赌博当中 体验人性的诡诈 险恶 才能够如此的洞悉人性 所以我也很好赌 青少年的时候 一直到青年时期 很好赌 甚至又可以说的 都让你可以想象的 人的偶像崇拜 可以到什么地步 驮从青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病 就是这个叫 我们称为癫痫 他不断地在发作这个病毒 我在那个时刻 我非常渴望自己也得这个病毒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听起来就像疯了一样 但是偶像崇拜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即便是这么好的一位圣徒 真正的偶像崇拜 没有人拜癞蛤蟆 拜毒蛇 可以作为偶像崇拜的东西 一般都是很好的东西 你明白吗 但是他并不是上帝 这是偶像崇拜 真正的一个意思 然而我的偶像 当然不是一个 偶像多得很 我只是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 这样一个人 我很崇拜许许多多的数学家 科学家 爱因斯坦 波尔这些人 对吧 而在文学的方面 也崇拜一些别的人 电影演员这方面 我一般没有崇拜谁 但是周英驰影响很大 因此这种解构的方式 对什么事情 愿意搞笑的方式 多少受一点它影响 所以你发现偶像 是非常的综合的 这个过程 你在重塑 你在质变 你最后形成了一套体系 你这套体系 未必能自圆其说 因为多数的偶像崇拜 不能自圆其说 但它还是一个体系 它对于世界上的各种的事情 都有一种回答 这就叫体系 偶像崇拜 带了一个体系 所以我自己用一个代号来总结 叫我个人曾经的偶像是什么呢 我说叫奥德赛 什么叫奥呢 就是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 你在这个文学 在这些艺术当中 甚至在你对爱情的看法当中 你追寻的是一种神秘的感动 情绪的东西 德和赛很容易说 就是中国五四以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我说的民主可不是今天说的民主 我说的是孙悟空式的民主 就是我要反抗 我要背逆 这个东西 意思说白了不是民主 是我做主 是让猴子做主 对吧 以及对赛就是科学 理性对这种的认识 强烈的坚持 以及认为理性 当然都等同于无神 信的神怎么还会有理性 这就是我曾经的一个 真正的这个偶像 综合起来说叫奥德赛 三方面 这是一种世界观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世界观 直到今天可能还是许多人的世界观 人心就是偶像的工厂 任何一件事情进到你的最心里 就被你调和 组装 搭配 重塑 升华 侍奉 倒成了一个偶像 最终你会打造出一个 只属于你的一个偶像 因此既然是被你打造的 你既然可以认为这个东西 这儿不好 那儿好 就像人说 假如你现在看到王羲之写了一幅字 你看到面前都挺好的 他就这个字写的不好 我给他改一改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认为你水平比王羲之高 对吧 所以你在重塑一个偶像的时候 你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 弄出一个东西 放在你心里 崇拜 你貌自在崇拜一个外在的 然而你实际是在自我崇拜 偶像崇拜就是自我崇拜 然而你也不要以为你高到一个地步 你是神吗 你可以自我崇拜 当你进行自我崇拜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崇拜魔鬼 因为这是魔鬼让你这样做的 并不是你自己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个自我崇拜 人不是拜上帝 就是拜魔鬼 自我崇拜是拜魔鬼的最常见的形式 你并没有第三条路 并不存在着上帝 魔鬼 我站中间 谁也会不拜 拜我自己 你不拜谁的时候 你不拜上帝的时候 你就是在拜魔鬼 所以这种偶像的泛滥 我可能是这样的组合 但是别人不一定是这个组合 但也许你是另外的方式 组合成你的偶像 比如有人崇拜毛 有人就崇拜奖 对吧 这可以是偶像崇拜 有人崇拜周杰伦 有人就崇拜李玉璇 你明明是酒台的 或者是铁尾的 铁尾说话居然有台北口音 为什么呢 因为周杰伦 很自然 前两天 其实我这个节目一起没看过 但是我知道影响很大 有个节目叫康熙来了 然后康熙走了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 泪如雨下的 真的 我不是在跟你夸张说 泪如雨下 肝肠寸断 陪伴了我十几年的这种 什么突然消失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偶像可以很容易的出现 康熙来了 康熙走了 秦城监狱里边 还关了两个人 周永康和佛契来 那时候康熙 也曾经是人家偶像 对吧 古代的文人默克 侠是艺人 刚才我说了 这是很多人实际的偶像 还有一些具体的 官公 见过没有 见过 一定见过 最搞笑的是香港 香港黑帮是拜官公的 这是你知道的 其妙的是 警察也是拜官公的 那么官公到底要真是个神 听谁真的到底 还是警匪就一家 所以偶像从外是怎么诞生的呢 很有意思 宋朝有人写了一个笔记 他是温州人 他写温州 当地呢 本来有两个庙 一个庙里边 带着一个偶像 一个倪像 是一个 留着胡子的一个男人 他们称他叫做 吴佐虚 就是 吴柳胡子 这叫吴佐虚 另外一个庙呢 拜的是个女神 可能他们认为是 杜石娘的妹妹吧 所以称他叫杜石仪 后来觉得 这俩放在一起多浪费 结果放在一个庙里 配成了夫妻 一块儿来拜 后来经过考证 所谓吴佐虚是谁呢 其实是吴子虚 你知道历史上 楚国那个吴子虚吗 是拜他的 杜石仪 吓死你 就是杜甫 因为杜甫曾经官封所石仪 那是一个官名 石仪是一个官的名 杜石仪 但到了民间 以讹传讹 他不知道那是官名 因为是个女的 杜石仪 他是杜石娘的妹妹 偶像崇拜 也可以这么产生 你明白吗 无论如何 他是根据他的心理 在重塑这个偶像 在一些个港台华人圈 而且刚才我说 我崇拜过孙悟空 你觉得奇怪 对吗 其实也不奇怪 这样有人崇拜 猪八戒吗 就是在香港台湾 南洋地区 那些个同事不良行业的 女子 崇拜的是猪八戒 真的去拜他 当神拜 为什么 希望男人都像他一样 好色 包括 有一些你 非一所思的 泰国 中国古代我记得 是想要汉求雨 是要来抬头 诸佛的台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去拜龙王求雨 泰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泰国是要拜 让我这个龙子里边 抬一只黑猫 还是怎么说的 然后呢 拿这个猫去献祭 去求雨 结果后来 到了现在 再这样做 就被人投诉 人虐待动物 于是最近我看到 泰国的又一次求雨 他用了一个 这个东西 机器猫 也可以当做偶像崇拜 不让杀黑猫 我们弄个机器猫 所以我跟你说 偶像崇拜的意思 就是它是有一种 泛滥化的 什么都可以成为偶像 所以我说了 我刚才的那套偶像 组合拳怎么出来的 然而是不是有很多人的偶像 是根据这些来的 对吧 你每个人深挖 你可以找出 什么在影响你最大 到底是什么 对吧 这样的意思 所以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呢 诗篇讲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当你心中所崇拜的 你放在你的次序 人生次序的最高位置的 其实并不是上帝 然后你每天很抑郁 很忧愁 很哀伤 很难过 然后你还问 为什么我这么难过 你说为什么 圣经说的是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用别神替代 耶和华了 对吧 提摩凯勒牧师讲 任何一个对你的幸福 人生意义和身份 产生了根本影响 比神更根本的东西 那就是偶像 这意味着的东西 都可以是偶像 任何都可以是偶像 鸡猫这个不奇怪 对吧 喜欢吃 食物可不可以成为偶像呢 可以 喜欢艺术 听起来高大上一些 但是也不过就是偶像的一种 比较美的变种 对吧 这是偶像的本质 只要他代替了耶和华 那就是偶像 无论他以什么方式出现 所以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说不准拜偶像的意思 就是神拒绝被人降为 神明明是没有形象的 是一个灵 对吧 当你必须要用一个 素像或者画像 把它画出来 局限在这个二维 三维的空间当中的时候 你去得泄毒神 对不对 这是对神的一种降为 另外呢 偶像并不是指那些 看起来非常坏的东西 而是指看起来非常好的东西 只有好的东西 才可能被人用来代替耶和华 对不对 有人崇拜毒品吗 他或许是个吸毒的人 可是就是隐君子最大的隐君子 他自己也承认吸毒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他自己知道他是被罪捆绑了 可是偶像崇拜 崇拜的往往是看起来非常好 事实上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如果你不把它当作神来拜 比如说我说有人崇拜的是艺术 这个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 人人治世们最后的救赎 因此到了今天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口号 就是要用艺术取代宗教 简单的意思就是 明明遇到的是痛苦和挣扎 他并不是去或者寻求上帝 或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是写一首诗我就化解了 情怀一抒发 我就认为得到解脱了 我化一幅画 把我的情绪排解出去了 我就心安了 这就用艺术取代了救赎 这变成了一种偶像 今日的人对科学 是如同过去 对艺术的崇拜更加狂热的 科学也可以变成偶像 你真的认为世界的一切 是用科学来可以解释的吗 基督徒的圈子里 也会存在的偶像崇拜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曾经崇拜过的是一个 真正的基督徒 托出耶稣斯基 那不是个魔鬼 对吧 那不是坏人 是个罪人 但是个圣徒 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人崇拜一个 比如说特雷莎兄 你听过吗 品格好不好呢 毫无问题 好 做的事情伟大不伟大呢 伟大 真的很伟大 但是很多人把他无意中用你的心中所设想着把他雕刻一般重塑了 圣化了 很多人心里在认为特雷莎兄女是没有缺点的圣人 你看看他的自传就知道这不是事实对不对 他多少次经历那种被神抛弃的痛苦 怀疑的痛苦 软弱的痛苦 挣扎的痛苦 你是怎么假设他是不会犯错 不会抑郁的一个人呢 对人性的误解是何等之深 对偶像渴望是何等的强烈 这都是人所做到的 所以能够被人崇拜的都是好东西 中国人 很多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批评是一个奴性的民族 懦弱的民族 没有操守的民族 梁石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排队 在这个四景年日炬时期 他在北平火车站 看见呢 一堆中国人呜呜呜呜呜的上去之后就就抢 在那叫买票叫抢 当时是日本战争时期 就来一个日本宪兵 拿着鞭子 谁能往圈牵到头上就凑过去 就老老实实知道就排队了 他的那种悲哀你可以想象吗 果然人家欺负你侵略你不是没有理由的 你必须被用鞭子打你才知道要排队吗 他说人的中国人的这种懦弱 这种奴性这种东西 一个日本鬼子牵着全村的人 就跟当时的清兵入关的时候一样 牵着全村的人 起来上警场挨戈砍头 一百个人被一个人牵了走 没有一个人敢反方 这是奴性 可是你如果因此说 中国人就没有理想吗 没有勇气吗 也不是 比如中国人有信仰的 他对于成家立业 传宗接代 拥有近乎宗教般偏执的理想 而且为了这个信仰和武将崇拜 他不惜做一切的事情 他如果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崇拜 他为何冒着生命危险 要拐卖妇女和拐卖儿童呢 你明白吗 他拐卖妇女要干什么 结婚 他拐卖孩子要干什么 传宗接代 你明白吗 这是他的信仰 他不坚真 他没有勇气 他勇气的坚持 是用在这些方面的 他有信仰 为什么日本人随便打他的可以 他不认为国家的民族的存在 是一个真正重要的事 他不认为不排队 是一件耻辱丢脸的事 他不认为守于法 有一个法治的精神 是个丢人的事情 他有他的偶像 很多人至今还崇拜儒家文化 说这好 儒家文化那么好 运行了两千年 为什么糟糕成这个样子 李光耀 新加坡的总理 曾经跟邓小平谈话 见面的时候就讲 其实我们这些人 都是福建 广东海南的那种 过去的强盗 海盗 渔民 乞丐 逃皇要饭的人的后裔 要不怎么会下南洋 对吧 为什么今日还能做得不错呢 不是因为儒家文化 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法治精神 这个话怎么会让人的深思 所以你知道 所谓偶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是那些看起来挺好的东西 传宗立业 成家立业 传宗接代 你不能说不对 甚至我们可以用圣经的第一篇去讲 生养中多变满地面 很好的事物 对吧 但是在中国人这里 是一种偏执般的戏能 你就知道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是什么 计划生育 真的是因为中国人太自由了 想随便生吗 恰恰是因为过去太不自由了 妇女是被淪为了生育的工具 才生那么多 当人真正有了从神来的自由 他哪需要被这种政策来限制 对不对 今天的人你全放开 你让他生吗 所以 刚才提到 艺术的崇拜 有一个弟兄 他叫 笔名 叫这个 真名我还真不知道叫啥 他说 有一种最为容易崇拜的偶像 在中国人 最近很流行这个词 叫情怀 情怀可以是偶像吗 他说中国文化里最坏的 就是情怀这两个字 它没有确切的含义 智性 德性 行动 都各有一点 比例不一 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恋 自怜 自意 没有任何超越的意义 但他善于营造各种类似超越的意向 形成一种人格和行动的审美框架 拒斥真正的智信和德行 让人永远悬置以一种半萌昧的感官驱动状态 与真理无缘 情怀的直接产物就是偶像崇拜 人们在有情怀的偶像身上 投射了自己各种达不到的 其实呢 偶像也达不到的智力 道德和整体人格期待 粉丝和偶像互动 就是虚假人格之间的互动 形成了普遍的集体虚假人格 然后这种虚假人格 不可能提供追求真理的动力 于是假冒与善横行 没有一个艺人 却又遍地一个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 非常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那种 尤其是有一点知识的 那种心中隐恶的那种情怀 实际做这个意思 各自把真相隐藏起来 戴上一个什么面具 你用你的假 我用我的假 我们是假对假 空对空的来这样的沟通 心是不被触碰的 甚至也许在教会中 也可能是这样 情怀 这里边隐含的就是 自我崇拜 什么叫自恋 自怜自义 三字呢 是吧 三字不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三个字 就是自我崇拜 所以偶像崇拜的本质 当人有了情怀之后 他会为情怀受苦的 他会为情怀舍命的 明白吗 他会为了美去死的 因此所谓的受苦舍命去死 就指的是我们经教所讲的 你要被主怎么样 背起十字架 所以任何的信仰和崇拜 一定落实为人的层面 个人层面 就是你要背十字架 区别就是背谁的十字架 这是阅兵的时候 士兵们训练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要这样背这个十字架呢 腰板挺直 提振部 对吧 大阅兵 你不背主的十字架 你就会背大的和十字架 对吧 所以我们说一切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背十字架 就是背谁的 问题在里面 为谁背 背谁的 怎么背 这就叫偶像崇拜 偶像呢 还会重新塑造你的世界观 你以为你在塑造他 你塑造他 升华他 敬拜他之后 他就开始要反过来塑造你了 塑造你的世界观 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个小短文 就几句话 叫洗脑这件小事 洗脑当然不是小事 我们都是曾经上过一门课的 啥课你自己看 你并没有相信资本主义坏 但你开始相信 不相信资本主义好 你没有相信历史交产 但你也没有兴趣拨乱反正 你并没有相信他们是在救国 但你相信亡国奴状态最可怕 你并没有相信剩余价值理论 但你相信资本家是在国学物产阶级 你也并没有相信唯物主义 但你相信了宗教就是 作恶作端的精神鸦片 你没有相信考试的时候 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这种答案 但你也学会了辩证的看问题 你跟人唠嗑 这就是辩证法 你也没有觉得计划生于正确 但你认为收养孩子是沉重的压力 魔鬼的计策就是 不要你全部相信他 只要你开始对真理半信半信 神说的不一定对 你们吃了不一定死 你不需要完全接受前半句 只要你开始觉得他有一点道理 目的都达到了 魔鬼的目的是制造混乱 疑惑 所以偶像就如同说 罪的三原色是同一个东西 不同的体现 偶像也还会转移呢 因为我们说他既然是根据你心中的偶像 在同诉 那么他其实还真不是在指向 寺庙中的泥巴的或者木头的塑像 指向你的是你心中的偶像 你未必非拜的是一个庙里的佛 你可能拜的是哈佛 是吧 是你心里的一种东西 所以说偶像就像癌细胞一样 在人的一生中会不断地转移 同样的一个偶像 年轻的时候在胃上 中年在肝上 老年在心脏 偶像也会不断地像 微软一样 苹果一样 推出升级版本 让你成为忠心耿耿的偶像 有一个作家叫于华 他的《活着》里边写了最后的总结 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学荡 老年做和尚 有点像我们上次分享的中国人有三种 皇帝 强盗和和尚 恰 如此 对吧 少年游荡追求世界繁华 情欲 眼目的情欲 中年开始去想挖宝藏 想要去赚钱了 到老了 万事皆空 没得到 当和尚去吧 诶 独独有一个叫蒋洁的人 写的这首词 少年听语歌楼上 红竹昏罗长 一样的意思 游荡 壮年听语客舟中 江阔云笛断艳叫西风 为生活打拼这种悲惨 惆恐 而今听语僧如下 避你 惺惺也 逼我那种无情 一人接钱给他做和尚 或者到和尚庙里去了 所以你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同样的 少年是上 中年是克舟 中 老年是僧如下 人生就这么走了一个自由落体的路 完全是悲剧 对吧 偶像崇拜是转移的 但其实所崇拜的仍然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自我崇拜 是罪 对吧 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表现为不同的追求 武像会讲 所以再来重新讲 雕刻 跪拜 侍奉 是在干什么 所谓的雕刻就是在玩味这件事情 所谓的跪拜就是在升华它 所谓的侍奉就是把它固化为信仰 对于这种和尚武像 你都是先开始关注 然后接受 然后模仿 这个过程循环往复 螺旋上升 最后达到一个坚不可破的地步 雕刻这个过程 刚才我已经说了 以赛亚这样的形容 雕刻偶像的尽多虚空 他们喜悦的多无益处 这些工匠也是个人 他们雕刻偶像的时候怎么做呢 把铁在火炭中烧热 用锤打铁 然后呢 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 用抱子抱成形状 原尺没那么样 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 好坐在房屋里 砍一棵树 然后呢 把它雕成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才说 你雕刻偶像之前 你脑子里边一定有了 那个要雕刻去物体下的样式 你先有那个样式 你才去做 对吧 而这个雕刻 雕刻雕刻 它是个很慢的工作 它是要精雕细刻的 对吧 那这是一个培养感情的过程 你明白吗 你在这样做的时候 就在跟偶像建立感情 雕刻 而且是有成就感的 当你费尽心力 你花了二十年 雕刻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刻完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 想要来保护它 捍卫它 不容任何人冒犯它的 那个情感 对吧 那是我亲近互互做出来的 我的这个成绩 怎么可以去否认 偶像就是这么诞生的 可是这种跪拜的过程 底下说的淋漓尽致 你刚才拿了一半烤火 又拿了一半烤饼 甚至拿一半做屁股底下做的 突然你把剩下的一半 割腾了一个偶像 就说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眼 不能看见 心不能明白 他根本就在这个地方 决定性的崩溃的一刻 合作的一刻 就发生在19节这句话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 在焊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做可赠的物吗 我岂可向木敦子叩拜吗 这个质问自己良心的这个问题 被他杀死了 偶像崇拜的最关键的一步 不是第一步 也不是第三步 是第二步 是升华的这一刻 是发生质变的这一刻 雕刻完 那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两步 才是艺术家和败偶像者的区别 因为艺术家也难免雕刻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雕的放在这儿是个艺术品 如此而已了 不会再赋予更深的含义 可是偶像崇拜者 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是有一个本质的飞跃 哲学的术语下 从形而下 开始进入到形而上 他一下子就跨过了自己的良心 他做了他人生当中一个不可逆转的最重大的决定 就是他开始决定 我要自相矛盾的生活 自相矛盾不再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选项了 他开始用烙铁 烙自己那个本来清洁的 但是又脆弱的良心 把他烙得麻木了以后 烙出了伤疤以后就不会痛了 他给自己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 当心麻木了就不再痛 他就开始不再要求生活的一致性了 他开始说服自己 说生活的一致性是做不到的 于是他就接受了关于生活的另一种解释 就是说生活可以在没有一致性的情况下活下去 而且也能获得幸福 于是他拼凑起一个世界观 他那个偶像其实就是他世界观的代表 而且并没有一致性 所谓的没有一致性 就是刚才是坐在你屁股底下的一个木头 现在你摇身一遍 把另一段木头举在头上叫坏 这就叫做没有一致性 你明明知道这就是个木头 对吧 可是你开始撕裂它 所以消灭了一致性 你就是消灭了一切 消灭了一致性 你就做好了要做所有坏事的准备了 你认为一致性是不重要的 不必有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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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三遍 一个一致的世界观 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是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 至少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你的知识是怎么看的 你的宗教是怎么看的 是怎么做的 你的道德 你对政治分别是怎么看的 而且这四种观念 当然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然而败偶像者 就是在这一步突破过去 他的四种观念 其实也有 然而是互相矛盾的 然而他居然接受 起初虽然痛苦 后来就麻木 到最后 他就开始为他的这个 拼凑的 残破的 不一致的 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要辩护了 而且希望别人也跟他一起干 他的宗教观 或许是所谓基督教的 但是他的政治观 可以是马克思的 道德观 可以是孔夫子的 他的知识观 是达尔人的 他可以把这四个人 放在一起拜的 跟那个 吴索尔虚和杜石仪一样 放在一个庙里 他说服了自己 也说服了别人 这没有问题 然而他又在他自己 或者受自己影响的人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的学生 最主要的是你的孩子 你在受你影响的人 这里的时候 你又开始遇到 良心的剧烈痛苦和挣扎了 你发现孩子也面临 这种良心的痛苦和挣扎 迷惑不止 你就忘了起初 你是怎么从雕刻这一步 跨越到跪拜那一步 你怎么突破过去 所以问题不是你痛苦的 这一刻出现 就在当时 你做出那个决定性的 我不要生活的一致性 在内部就已经做出来了 小时候的话 很多的父母就是这样的 领导打电话来 还是接着 你爸爸在不在 爸爸说他不在 爸爸说他不在 对吧 就是当你的世界观 不一致的时候 你突破过去了 你就这样教孩子 然后孩子就变成了 迷惑不解 痛苦万分 你逼着你的孩子 成了个不一致的人 成了个说谎的人 伪善的人 因为他同时要接着 四个神的指导 这个说你应该这么理解 那个说你应该那么理解 那个说那么理解 那个说那么理解 你都做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让他做 你都当不起的蛋 为什么让他当 所以 他将来选项只有两个 要么一咬牙跟你一样 突破过去了 从此开始故意犯罪 要不就彻底的虚无 堕落了 世界没有疑 所以这种跪拜 是最可怕的 之后的侍奉 到了侍奉阶段 那就意味着 你已经围绕着 偶像建立了一个体系了 或者你接受了别的人 根据他的偶像 建立了一个体系 这就叫做偶像崇拜 有了侍奉体系 说了这么多 我们当然要给解法 我们不是光呈现痛苦 偶像必须被破碎 偶像的破碎 用圣经的话说 一个词叫做 大家熟悉的 叫赶鬼 对吧 第二个词叫去魅 去魅就是那些 被人工兽化了的 被人工推上了神坛的那个东西 要把它拉下神坛 那也是一种赶鬼 我们说三大偶像 就是叫做物质知识荣华 对的三元色 对吧 所以赶鬼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读了很多了 圣经里说了很多 那个鬼附着在人心的时候 让人做什么 也很多 赶鬼是一种戳偶像 是今日的人 更需要做的一件事 时间有限 我们不能去把它怎么样 去魅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自己 如果作为一个人 存在着被别人 可能把你偶像崇拜的 这个可能 你要自己 时常的 用今天的处语来说 叫自黑一下 你需要让别人知道 你不是你们看起来 重塑过的那个样子 你是一个真正的罪人 对吧 当然光自黑是绝对不够的 你需要自我警察 在神面前悔改认罪 认清你的真相 这个叫自我去魅 避免被崇拜 第二种 如果你崇拜的是别的偶像 那么 就需要有别的去魅的方式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 传道人 他的父亲 来到他家住的时候 老革命老党人 对吧 当然会不信的 你跟他直接讲圣经 他非常愤怒的 但是无意中 有另外一个人 好像就我们教会的谁 给他一本书 一本杂志叫 《简黄春秋》 这个书给他脑洞打开 因为这个书 起到了一个趣魅的作用 我年轻的时候 也读过一本书 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这个很有助于我 对于毛和他的小伙伴们的 那个曾经的偶像崇拜 去魅 所以我自己一直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动 去魅这种工作是很重要的 因为偶像崇拜 到了一个地步 他既然形成偶像崇拜了 就是已经他开始为之变故 连他的缺点都是好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崇拜佛 那么赌博就是对的 不能质疑的 当人一个人崇拜一个偶像 比如说毛主席 那么毛主席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是不可以去质疑的 你明白吗 你一定跟这样的老人家交流过吧 那是不可以去质疑的 所以你要直直地说 毛是偶像 他就要给你搞这一段 是吧 所以趣魅 所谓的趣魅 就是让我们有一点 毁童年的东西 是吧 我要丢出一些小的测试题 我放一些名词出来 不加解释 你看你对这些问题 是否有正确的看法 推而守其次 你是否有看法 再推而守其次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叫战中吗 怎么发生的 你知道谁是徐行先吗 你认为文革是私人帮造成的吗 你相信雷锋同志 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吗 只留照片 是吧 你看过一本书叫墓碑吗 就是关于58大61年 中国的大饥荒 你知道问持久站 这个小册子吗 谁写的 谁第一个写的 你玩过游戏 叫丢手绢吗 知道他从哪来的吗 他跟延安整风 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地方 叫南尼一弯吗 南尼湾散好江南 是真的吗 今年的南尼湾 还挡水道吗 你听过一个故事 半夜鸡叫吗 你知道八国联军 为什么要入侵吗 你知道鸦片战争的 来龙去脉吗 你听过一个事 叫陕甘毁乱吗 同志年间 陕西甘肃一带 回民起来暴动 杀了一千多万汉人 听说过这个事吗 你看过 真的看过物种起源吗 虽然你自认是个进化论者 你对法国大的命 到底什么看法 你对宗教裁判所 是什么看法 你认为中国 真是上下五千年吗 你认为我们真的是 山顶洞人 和北京人的后裔吗 你到底认为 孔荣在哪里 好吧 不加解释 所以我说 这是测试题 是为了去魅 但是不破 不立 破是为了立 对吧 你仅仅去了魅 赶出去了 赶了鬼 可是你要记得 圣经中 所讲过的那个比喻 如果你那个房子 打倒干净了 你不让神住进来 原先那个鬼 就带了个 更恶的鬼来 对吧 这个人的情况 比先前还不好 所以赶鬼只是第一步 去魅只是第一步 你需要在心里边 建立真理的体系 是体系 不是光一个真理 如果你没有体系 你就会被人的体系 把你干倒 你根本没有回用能力 这种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对于基督化而言 当然你很清楚 是对真道的把握 对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圣经 我们对真道的把握 是最重要的 这一个造妖性 它能够造出偶像来 它也能够造出异端来 不过先不要着急说 好吧 我们只信圣经就够了 你要知道 这不是事实 因为你遇到的 任何一个异端都这样讲 我们只信圣经 我们也信圣经 对吧 我们信的是同一本圣经 对不对 信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说 我读圣经读出了一段亮光 这个很好 我们鼓励你读 并且读出亮光 圣经的话 被圣灵感动 光照 然而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亮光都是亮光吗 或者好吧 你的亮光是亮光 如果你的亮光是亮光 别人的亮光是不是亮光 跟你一样的人 如果你的亮光是亮光 你们的亮光也都是亮光 那牧师的亮光是不是亮光 我们教会的亮光是亮光 别的教会的是不是亮光 今日的教会是亮光 历史上传统当中的那些个伟大的圣族和神学家 他们的亮光是不是亮光 圣经 如果变成了一种 只有我的心来解释的东西 那就被你偶像化了 它是一个外在于你的心的标准 不是被你的心解释的 你让我说成了王阳明的心学 对吧 圣经是一个外在于你的标准 无论你同不同意 至少你应该让他经历到别的教会 历代徒 纵向横向的解释 所以我们说光你讲信圣经 你不要这样讲 因为异端也这样讲 如果你说我也信神 你不要这样讲 鬼魔也信 对吧 所以圣经下边 我们每次要被使徒信经 然而其实还有尼西亚信经 加克敦信经 亚叹纳修信经 这四大信经就确立了 可以称为基督教的 有两个半基本教义的其中两个 一个叫做三位一体 一个叫做神人二性 是被这四个信经界定的 不信三位一体 那就叫伊斯兰教 对吧 也信独一真神 是吗 不信神人二性 那就叫诺斯蒂主义 还有另外半个是 我们都靠恩典得救 只不过 天主教和我们的区别 和别的一些意别 在于 你是不是只靠恩典得救 有人认为还要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是两个半教义 再加上其他 我们一直在提的 西敏的三个准则 以及比利时信条 海德堡问答 多特信条 这是整个族使徒 一直接续下来的 一整套的脉络 对真道士如何界定的 这个把握是在这儿的 如果你有亮光 历史上那麽多的圣徒 都被圣灵感动 他们读出的亮光 几百位的牧者 敬前的生活 和在一起对圣经 毕生的钻研 他们读出的亮光 被圣灵带领之下 不可被小觑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于真道的把握 让你能够破除偶像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还有一些基本的训练 最基本的训练 语言 一切的学科当中 语文是最重要的 胜过其他一切 语文的意思就是语言 语言的意思就是 你能够正确地理解 别人用语言表达的思想 你能够正确地 用语言表达 你自己的思想 让别人能理解 你连这一步都做不到 后边一切都没有根基 对吗 所以语言的训练 非常重要 中国人经常吵架 是因为语文不好 你不知道在吵什么 其实因为 你不知道在吵什么 原来一个教会 就咱们兄弟叫 姊妹教会 当那个教会 开始推行会友制 就有个姊妹 起来跟他吵架 吵架的理由是 教会就教会 为什么要办会员卡 会员卡 说的是会友制好不好 会友制是会员卡 所以你发现 吵架是因为 大家对语言的理解 都不一样 或者缺乏互相理解 对方说什么的 这种语言 所以这是基本训练 第二是逻辑 逻辑 你的头脑 是不是可以 在需要理性思维的地方 能够运用理性思维 还是你用你的情绪思维 来解释一些问题 很要命 最根本的是一个 对真理的尊敬 敬畏 逻辑的意思是 求真的精神 求真的精神 假如到任何一个教会去 我上来先不说 我到底信什么 或者我是谁 我先说 哎呀 这个我从小就看英国文学 从莎士比亚到雪莱 祭祠 德雷顿 是吧 什么什么的 我把这个书名背一遍 所有的民族都背一遍 那我是什么意思 心虚 说白了 怕别人不知道你有才 这种东西将来我认为会上历史 这个可以叫做一种 梁家河综合政法 当一个领导人到处去讲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想证明什么呢 哎 你该怎么去理解他说的话 既有这些个人是较真的 BBC的记者就到当年他插队的地方去采访 采访他的小伙伴 就问 当年你们的这位北京来的这个高大的青年 都喜欢做什么 他说 他说跟我们一起劳动 之外呢 就是只看他读毛选和读暴政 也不知道这个沙士比亚全集是从哪读的 就这么个意思 要较真 别被人忽悠了你 被人故意的偶像化一个东西让你想起 你要自己能够有个思考的空间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个方法的问题 偶像破碎了之后 有了真道的把握 有了基本的训练 还要建立一个世界观点 偶像的背后都是有世界观的 所谓的世界观是至少要包含这四方面的观点 你对知识是怎么做 怎么看 怎么学的 知识的意思就是哲学文学科学 你对宗教 就是信仰的看法是什么 你对道德的看法是什么 道德就包括的是伦理 包括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 不能用法律界定的 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以及最后的这个政治还是什么 所谓政治就是公共事物 应该人治还是应该法治呢 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你可以省察 你是不是缺项 我对于某个期数没有看法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 长大了 让我直接一点讲 大家所受的教育 基本上只给你建立的一点点 这四个里边的后三个根本都没有 不假 只有第一个里边的科学当中的一点点 你所受的全部教育就对 就是这个 因此我问你宗教是什么看法 你是不知道的 我问你什么叫做道德 道德根据什么界定 你是不知道的 什么叫做政治 你是不敢知道 也是真不知道的 这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现状 所以一定绝大多数人就是缺项 我也不问你 不用问你是不是缺 一定是 那么你既然缺项了 你的后三种没有归正过来 没有体系 因此你仍然采纳的 是你之前受的 告诉你的体系 你是根据这个体系来讲 为什么要办会人 你要明白你在说什么 对吧 所以 当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他的体系基本用武化可以形容 哪武化呢 空泛化 抽象化 情绪化 神秘化 巫术化 他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武化 当然 我这样的破碎并不是知道一些道理性能破碎 我们相信圣徒的相通是极其重要的 决定性的原因是圣灵的工作 是恩典 圣灵在你的心中动工 让你的心活过来 柔软过来 你可以开始有一种自省 你开始自己注意到 我可能有偶像崇拜的问题 醒察 你醒察之后 你会跟人交通 你交通之后 你会回来继续醒察 你会这样的循环下去 直到你心中的偶像 一个个被显明 一个个被破碎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祷告之后去醒察 或者你去请弟兄姊妹 凭着信心 爱心和诚实来告诉你 你有什么偶像 这个就是团契相交的目的之一 这个就是圣徒相通 这个教义的存在的原因 和要实际的应用之一 你相信吗 你要知道 你有很多的偶像 你有很多的问题 是不可能全靠你自己发现的 对吗 是要用别人来指出的 但是我仍然要说 虽然有时候不可避免 需要别人指出你的问题 但是真正有效的 决定性的那一个 还是神的话语把你光照 让你惊觉自己的偶像所在 那个往往是决定性的一步 当你没有被圣灵感动 或者你发现到 你将要跟他讲话的这个人 他并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先为他祷告 先住嘴 因为如果圣灵没在他身上动弓 你即便说的再对 也只会激发他的愤怒和防御机制 他绝不会承认他有那个问题 因为让他悔改的 不是你是上帝 对吧 所以 怎么去识别一个人的偶像呢 找出偶像呢 我们刚才说 雕刻 跪拜和 侍奉 对吧 再给你的三个小小的一个点 所谓雕刻 我们说是根据心中的喜好的雕刻 所以 你想要识别你的偶像 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喜欢什么 三岛中的立刻回答 你最喜欢什么 就这句话 你呼之欲出 脱口而出这个东西 你想一想 它在你的生命中占什么位置 这是第一个 你在雕刻什么 意思就是 对吧 你在根据什么雕刻 你在雕刻什么 你在追求的梦中的那个偶像是什么 第二点 你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跪拜生法的这个过程 有一个识别的特征 怪屁 当我说 假如我今天 当我今天已经不这样了 如果我今天仍然是一个特别喜欢赌博的人 我要自己省谈 我什么时候开始要赌博的 后来你发现 这是你偶像的一个毛病 当一个人说话 明明他是东北人 普通话挺好的 说话呜呜呜呜呜 这是土字不清的时候 故意土字不清的时候 你知道他可能很喜欢这边 对吧 怪屁 他做事情的那种奇怪的一些东西 特别特殊的东西 往往在暗示着他的偶像所在 为什么这么做事呢 为什么非这么老客人呢 对吧 他是个偶像的 第三个是 体系是什么 他回答任何事 他总有一套说法 这个体系是什么 你破除到这个体系 才能够真正找出他背后在跪拜什么 他在喜欢什么 这是整个的偶像 已经或者说鬼已经附在他身上 就这个意思 我们要省察的是自己的 我不是让你去替别人省察 你如果省察出他的来 还是刚才那句话 如果圣明不敢动他 你去赶鬼 他是不承认自己有鬼的 对吧 你说去去魅 他说我从来没当过偶像 怎么办 然而他的行动 已经证明他在败身 所以这些事情 往往是我们很 不愿意去说的东西 很避免谈的 很不能量的事情 不过你要记得 能够直面不能量 就是最正能量的一件事 所以赶鬼 不是一个结束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的任务呢 是用神的话语 把你心中的鬼捉出来 这叫识别偶像 然后再与 以主连着悔赶 把心中的鬼赶出去 这叫做拆毁偶像 最后是用神的话语 来重建你的信仰 拱手将心中的大好江山 还给你心中独一的君王 就是重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这是整个的破碎和建立的一个过程 具体来说 我们要模仿耶稣的思维方式 语言逻辑 行动次序 学习他一切的教训 践行他一切的教训 你不学耶稣 你就是在学魔鬼 学武将 对吧 要不再学你爸爸 要不再学你曾经崇拜的一个老师 要不就是一个谁 对吧 应该学习效法耶稣 然而同样不要用这一句话 架空耶稣 好像你是耶稣的土埋同学 你也是使徒一样 你是从耶稣这直接领受 那不是事实对吧 有大叔讲 先的弟兄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经文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你要注意这个真理传承的过程 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一次交付这件事 指的就是主把道传给了使徒 这个事在历史上 就是一次发生的 包括五旬节的圣灵降临 那就是一次发生的 不可重复的事件 就像创造天地 就像出鸿海 交托给圣徒的真道 那才是我们刚才所跟你分享的 那个传承 一代代的传递下来的 教父 教会 教理 是由这些事情传递到今天 你也就是这样信的 当然其中圣灵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们说使徒 教父 大宫教会 历代信条 还跟你接上样的 你不是直接从耶稣这里领受的 不要这样以为 耶稣从来也没有说过 要对每一个人单独的把所有真理 崇告你 对吧 为什么要写一本圣经出来 旧约为什么要兴起先知 耶稣不是对几百万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 单独的挨个托个梦讲话 他没有这个能力吗 他有吧 可是他确实差遣 一味先知领受神的话语 向众人讲话 对不对 你对真理的领受 一定是有一个传承的 这是我们需要来信靠的一个方式 一开始我说我的偶像是奥德赛 如今奥德赛已经死了 或者被流放了 不过奥德赛的这个当年的最神秘的 对民主的最科学的那种偶像承办 联合成一个东西 他已经被主赶出去了 这是个鬼 也被去魅 但是是不是说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呢 他有个重建的过程 我可以说当你真的信主之后 真理让奥德赛可以复活 如今对奥秘仍然是有的 他被更新了 是那敬虔的奥秘 你对宗教和道德的看法 被主更新过之后 你信仰那敬虔的奥秘 对政治的看法 是由圣约和律法来建 对于科学的看法 你是根据上帝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 来去体会揣摩学习的 你的文学哲学科学 统归在创造之功下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 才是一个完整的上帝的真道和天国的福音 我们的归正必须是整全的归正 不是光脑子归正过来 心没有过来 脚没有过来 手没有过来 或者你自己过来 你的家庭没过来 或者就你家过来 教会别人都没过来 整全的 身心灵意 每一个方面的归手 回到上帝的道和福音当中 所以 如果你现在在雕刻 跪拜和侍奉的 人 事或者物 无论是好是坏 如果不能够引你向神 甚至会阻止你敬拜神 那就是你应该破碎了一下 我们讲了几个 识别 去魅 练 交通 这是我们破碎的方式 我们又说到了真道的传承 耶稣 圣经 使徒 教父 教会 教理 对吧 这样的传承 完整的归正是世界观 知识 宗教 道德 和政治 当你的世界观 完整的归正过来 你会去除了两种极端态度 我们原先有个弟兄 他是吉他弹得特别好 在东北获得过两次的亚军 全省的 全东北大赛 可是当他信主之后 他就认为 除了圣经所规定的一切 其他的都是不好的 把吉他就这么不再弹了 可是当他真正归正了以后 他会发现 音乐不是神所赐的 你的这个记忆 和对音乐的领悟 不是神的普遍恩典 当中 可以悦纳的事情吗 他现在可以用他的音乐 继续捡起来 服侍上帝 对吧 所以 我起初对佗 非常的尊重 后来知道 这偶像 特别扔一边去 到了现在 全部归正之后 你才可以做到 用更高的标准 验他 哪些真的好 你接受 哪些不好 你摒弃 而且原先一些个 被你已经主动摒弃掉的 其实是好东西的 现在又捡了回来 比如我原先崇拜的 那个佗 是啥样 刚才已经说了 可是我如今 不是崇拜 我还喜欢的某一些 别的点子 在他的传记中 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晚年的时候 有个超级仰慕 他的一个文学批评家 有一天在下午 去拜访他 想从他里 得一点文学的教诲 怎么怎么样 然而去的时候 佗呢 心不戴焉的 说了几句话 就通通的出门了 到街上去了 干什么去了呢 因为他家好几个孩子 挺穷苦的 孩子呢 妈妈又没有奶 他家就养了一只羊 羊奶给孩子们喝 反正中国人常常 也可能喝不到羊奶 欧洲西亚就可以吧 战斗民族 所以反正养的是羊 这个羊跑了 所以婆婆 哪有亲情跟你谈什么 文学艺术 上街找羊卷 我当年看过这个事情 从来不在意 也不认为重重 然而如今 我却觉得 那个找羊去的托 可能是更加真实的 更加值得你效法的托 因为你在效法的 不是他 是上帝 因为是上帝 在亲自的找羊 把我们找回来 这才是我们信仰的 一个恩典的根基所在 最后一句话 用中国传统的术语 和我难免 还是仍然受到我当年 看那么多五条小说的影响 五条小说的最高目标 人修炼的最高目标 叫做打通认读二脉 听过没有 好 我们的目标也是 打通认读二脉 就是从我那原来的 偶像崇拜的任性 归向基督 打通你的认读二脉 不在任性 而是指信基督 好 我们一起来报告 祝我们求祢的圣灵光照我们 使我们看到自己手下 无论是来自于政治 来自于道德 来自于艺术 来自于经验 来自于我们对于信仰 不正确的看法 主啊 若那是与祢道不合 愿祢的灵来将它去除 愿我们心中的鬼被祢赶住 主啊 让我们的心真正成为那圣灵的垫 主啊 求祢借着地中神灵的交通 借着那历代的亮光 借着那大功教会 圣儿功之教会的传统 使我们可以重新 归回到祢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不再成为那偶像崇拜者 而是敬拜属于真实的人 主啊 让我们这样的祈求 侍奉耶稣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没有作用 主 eh 船长太子 羽子 财神 yy Basic 包 蚂叶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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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